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你知道人的心脏 有左心房和右心房 心脏的主要两大功用 就是体循环跟肺循环 肺循环就是当你吸进一口氧气之后 那氧气会通过肺道的血液 血液会流向右心房 总的来说就是 右心房会先筛选 什么东西对身体有用 什么东西没用 没用的会被退回肺 再排出去就是所谓的二氧化碳 剩下的血液会被排到左心房 左心房会用尽全力地 把冲氧血打到主动漫 主动漫再推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就叫体循环 明白我给你说的意思吗 听我的 你的心 决定 你看见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 不是 葛 你的意思是说 走心吗 那你直接跟我说走心不就好了吗 都在这呢 来 过去 你都回来了 干吗不回家吃饭呀 心里闷 出来透透气 这样我们娘给你脸色看了 哥 你这么大的医生 还需要看人脸色呢 也是 我们都被爸爸告不孝了 能不被别人看不起吗 姐 想到了吗 让爸吃素的办法 没有 我看你这样 还以为你想出办法了呢 都回来了 嗯 你爸爸 正在跟律师下棋呢 律师 嗯 他为什么会在这 我跟我的律师在谈事情啊 怎么了 你给我出去 你凭什么坐在这 伯父刚才说了 我是以律师的身份坐在这 你不要脸啊你 你给我走 你把人给我走 你出去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 你出去 天心 怎么了 天心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 前几天对对帅姨那么不礼貌 现在对沈律师这样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那么冲动 请 我去再忍不了了 爸 你想要求诉我们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惦记下这么多的律师 你找谁不信你别人要找他 你也跑得站到家里来 爸 你是故意的吗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慢点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沈律航 沈律师 他就是八年钱 报谢我的混蛋 爸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你对我太责任了 沈律师 我女儿说的是真的吗 对不起 房伯父 天心说的是真的 我就是那个混蛋 你给我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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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混蛋 放手 出去 你这个混蛋 之前抛弃我姐 现在还敢来挑拨我们家人之间关系 我 我们谈谈吧 对不起 我现在还是方伯父的代理律师 要谈的话 明天上班的时间来我的事务所 告辞了 你装什么装 你装什么装 进去吧 天心啊 为什么不早说 那个律师就是陈诗美呀 我没法开口 被爸起诉已经很丢人了 律师居然是他 我又觉得更丢人 哥 你说怎么办吧 爸 事到如今 你就做个决定吧 你如果还要这样坚持下去 我就只能离开这个家了 天心 你说什么呢 你回南呀 你是要撤苏 还是想看着我们离开这个家 爸 你能别这样了好吗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外面有多丢人吗 哥 哥 我的决定 不会改 如果换律师的话 沟通太难 这个官司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 天心 天心 你要干什么啊 天心 你 你 你是真的要离家出走啊 我跟我爸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跟我爸已经无话可说了 他都知道沈宇航是谁 竟然还无动于衷 我爸跟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你是不是好好想想 别太冲动了 好吧 天心 你真的不是冲动 这 姐 姐 去跟着姐 别说什么事了 你跟我去了啊 黄伯父 沈宇航 你这个混蛋啊 你为什么呀 你凭什么你这个混蛋 当初把我女儿给骗了 现在又跑到我们家来挑拨我们家的关系 你为什么 伯父 你明明知道天心是我的女儿 你还找上门来 你看着我们父女俩打官司 你在旁边过瘾是不是 你还配做个律师吗 不是 你还配做个人吗你 方伯父 这个诉讼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您拜托我的呀 是你当初拿的名片到我店里来找我 是你给我下的套 伯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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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我的行为让您产生了误会 我之所以会回到这儿是因为 我实在忘不了天心 你闭嘴 我女儿绝对不肯跟你这种人在一块儿 而且我告诉你 我要开掉你这个律师 我不让你 我知道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再接近天心 但是方伯父 我接您的诉讼跟天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帮您 当您跟我说要起诉您孩子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您的痛苦 您的立场和您的无能 是 我是因为天心才回国的 但是在跟您接触的这一段时间里 我知道了您和您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我理解您的心情 这样的诉讼可以说基本不会成功 但它却很有意义 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方伯父 如果不是因为认同您理解我 我又怎么会接线您这个诉讼 让天心这么不谅解我呢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